香菜不要 多放辣椒 蛋糕越甜越好 唱歌跑调 最爱夜宵 聚会只喝一杯 酒到爱穿起跑 喜欢撒娇 还有两包 没用的唇膏 见招拆招 说说笑笑 姐妹之间的独吵 你喜欢安静 我爱热闹 看似会不达 却很卸调 就算什么不说 也能猜到 已经不需要 相处的技巧 你喜欢安静 我爱热闹 看似会不达 却很卸调 就算什么不说 也能猜到 已经不需要 相处的技巧 暗恋它好像会迷心脚 陪着我熬夜 痛苦傻笑 我们之间没有 经过打扰 本心如果不会 电话就打扮 今天是不是要宣布 从今年温泉啊 是啊 明天就是新年的第一天 新年的新气象 真能一气的 你这么得意干嘛 不会那个大惊喜就是你吧 怎么可能 我又不像人家 可以破个体吧 那还有谁啊 人都在这儿来啊 哎 你们听说过什么消息吗 没有 还瞎猜什么呀 郑主这不是来了吗 好久不见 谢谢 不用我介绍了 谢谢 谢谢 杜丽总 再见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我心肠胆 以退为进 拿到Terry的支持票 才是真正在V酒店坐在位置 丁慧桥终究不是咱们的对手 陈静 我猜你不是来恭喜我的吧 你被调去成都 是和詹瑞文商量好的权益之计吧 他只是华东片区的销售总监 没有人是任命权 三名也没有 可我不也还是来到这儿了吗 他们俩在集团的话语权 你我心里都是很清楚的 这也说明 你我是得到集团认可的 否则 他们说什么样的话都没有做 而且当时也是你说的 我们一定要尽全力 你这个利益 使得不怎么磊落 什么意思啊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就想听你一句实话 优盘的事情 你是否知情 是没有办 你刚在上任的当场 你就扶正了 莎莎销售部总监的位置 我怕这是你对她完成任务的奖励吧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所以 你对我是使用苦肉计论 你故意让我去你家 看到那些你提前布置好的东西 然后再故意把我调离酷意地 发布会现场 再让我去成都赴那场 不怀好意的鸿门宴 我在想要不要活动当天 你来一趟 我实在担心 叶子这边 后不住唐总 在看见杰斯卡对你很满意了 恭喜你啊 会的单子要是拿下来 Terry的位置一定就是你的了 麻烦你帮我去我家里 把那份资料拿出来快递给 门的密码没变 衣服我已经让人放进你房间了 好 这儿 咱们半个小时之后 我在这儿捡 然后一起回去 好 好 一会儿捡 喂 老大 你有盆到手了 你那边怎么样 设计 晚安 好 好 我早该料到的 那天晚上你从我房间离开 我就该料到的 只是公司 别乱说话 干得漂亮啊 李总 这一回合 我输得心服口服 但我希望你清楚地知道 你千万不要让我抓到 任何一个可以扳倒你的机会 丁总 请进 你可以下班了 同事们都过节去了 您还不走呀 也不知道送您什么 那就送您新的一年吧 希望我们能在您的带领下 常常打身仗 谢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喂 新买的摩托车 你现在还有心情聊这一会儿 不然呢 我能怎么办 集团都直接指派 文森做总经理的位置 难不成我空口白牙 把他拽下来 他背地里使银招 至少得给他一点教训吧 比如 比如 砸了他 好歹才能解气 你 这里全部都是监控 如果我们两个被拍到的话 那不是等着被人家抓吗 况且为了那种人 结一时之气 再把自己陷入到 一个更大的麻烦里 那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但是也不能就这么认了 你有气憋在心里 你容易憋坏的 这样吧 跟他示威 你给他下战书 告诉他 你丁慧桥也不是吃素的 这种事情我不擅长 不过我知道有一个人 他很擅长 你的观点我完全不同意 所以你说那么多没用 我不会按照那些的 就算你不同意我的观点 我也要捍卫 我说话的权利啊 好歹我也是个导演啊 你刚才在现场那么觉悟 我面子往哪儿放呀 你不能因为 我是你的迷地 你就对我肆无忌惮了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一会儿开会的 谁来看谁开 我被案算了 可有女小愿意出手相助 我来了 那个 我先走了 你把这个撤了 不是 你去哪儿啊 来 来 新的一年礼 祝愿大家 眼里 心里 脑子里 装的全是动力 三位一体 这样 我们才能创造 更美好的未来 来 干杯 谢谢你 先干为定 先走一步 喂j nos 多天 你 你 这么晚还只把二号 工作吧 有什么事吗小哥哥 怎么还没 一碗就说了 在这边等 Uns 哦 真是給自己找了個好差 一會兒冰果小小 對啊 玩怎麼樣 多少關了 一百多關吧 才一百多關 我都兩百多關了 你這麼厲害 嗯 那你可以幫我通關嗎 當然可以了 冰果 信號來了 來 不錯 不是砸 砸動機太大了 第一棒下也還沒怎麼著呢 把玩就來了 這麼幹 可比咱還缺德吧 哎 主角 開光吧 瞧你那樣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冰果酷 胜利 冰果消消消 你今天碰到我 咱倆这里也算是有缘分 你是什么星座的呀 是个丑 我是白杨总 咱们两个的星座恋爱匹配度 是百分之百的 是吗 是吗 新鲜快乐 工作辛苦了 谢谢 她怎么还不出来呢 喂 你在哪儿呢 什么 你在那个门出去了 我去找 行 那我去找女儿啊 等我一下 幸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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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不要 你到底是谁啊 你让我 对不起 我说 对不起 我不应该误会你 不应该因为一个渣男 去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也不该在你搬出去的时候 没有阻止你 然后还不相信你 我真的很抱歉 行了 说这干嘛呀 事都发生了 道歉有什么意义吗 你在这儿道歉 不是浪费时间吗 你倒不如 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对对对 老师交代 来来来 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发展 不 什么时候认识的 怎么发展的 快说 行啊 丁慧强 大俩 你都太不含了 吕东 radio 啊 伤你的 匿得 伤着 无人 伤着 所有信 yang 我肯定不吃亏 整得你还挺建议的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什么 男人也需要交流啊 什么成熟的女人 更豁达呀 都是匹马 我现在想跟你们说一下 为什么姐弟恋 合适的本质 你也成年了哈 不用羞涩 我 我上去就这样 我不想喝啊 你羞涩个什么劲儿啊 你还是喝一口吧 你干嘛 嫉妒 温如雪 那个 瞧瞧最近事业上不太顺利 你没有这个心思 你过段时间再说吧 我跟你说啊 就是因为你的事业情感 受到了双重大击 你才更加应该要 活得漂漂亮亮的 给欺负你的人好好看看 你不仅没有被打倒 你还越宠越勇 欲望 是人类进步的驱动力 你赶紧抓住 那个小伙子的手 从泥坑里爬窗 伤心得着吗 哎 小心 哎呦 慢点 哎呦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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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我们今天就回家住好吗 你别在外面飘着了啊 那个 那个 他没飘着 他住在我那儿呢 不是 我们都在呢 我今天就把他带回来 是啊 那 那不行 为什么 呃 他已经交了一个月的房租了 我不能占他便宜 至少得住满这个月吧 啊 那么很简单 你就把房租还对 他不就得了吗 不还 不还 还什么还 房租不能还 住 住一个月 送他回去 呃 早点休息啊 谢谢 慢点 给他喝点水啊 好 你姐 风景呢 走去干嘛呀 哎 瞧姐 他要是不回去住的话 我能不能先回去的 当然了 我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跟着凑热闹 还不是因为 我怕麻烦你呗 那我明天就搬来 嗯 嗯 乖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 赶紧回去睡觉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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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 我们回家 走 干嘛呀 哎 哎 干嘛 那个什么 我们先走了啊 你们自己打车啊 哎 为啥呀 那 我们也先走了啊 啊 拜拜 来 莫莫莫 嗯 你干嘛 要不要去我家 我干嘛去你家 我自己有家 我觉得刚才 跟你学说的有道理 我现在还不困 你找死啊 你现在是在勾引我吗 好好考虑一下 我愿意把你 从尼康给拉出来了 你说这包鱼怎么进来 你说啊 这也太缺德了吧 这又是拍不到脸的话 怎么办呢 这样 把出入口的监控 吊舍给我看看 好 停 往前倒点 就这儿 我去 李总好 李总 需要我帮您叫车吗 不用了 我已经叫好了 谢谢 记得明天晚上 多的一会啊 开车 这边请 我可以坐吗 我可以坐吗 坐呗 反正又不是我家地盘 你还在生我气吗 有什么好生气 你又没真的偷走我什么 我倒是希望 真的偷走了点什么 你什么意思 我想要偷走你的喜欢 和关心 其实说实话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有信心 开始画漫画 我这个人就是爱憎分明 所以 在这一点上 也要谢谢你 你到底为什么偷东西啊 新的医生跟我说 也许是因为报复心理吧 我小的时候 养父经常打我 而偷东西 就能让我释放掉 内心的压力 找到存在感 其实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 这样的话 我们之间就没有 那么大的误会了 我不想在你眼里 变得不好 只要你以后不再这么做 其实 你可以试着 把自己的压力都画出来 不一定非得 用那么极端的方式的 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 我把内心的痛苦 都告诉了杜老师 就有了后来的 我帮女生 可是你都说出来了 为什么还会再犯呢 因为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 杜老师急着出版女帮女神 我一边要跟她讨论故事 一边作为她的助理 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 我喜欢她 却因为那个时候她有家庭 不能跟她在一起 我们相爱 你跟她离婚 不就是为了跟我在一起吗 你不要再骗自己了 我根本就不爱你 杜老师 好久不见 小杨是个很单纯热爱漫画的女孩 在她心里 我是比利科夫这个符号 远远重要于 我是杜珈牧这个人 那她如果知道 那本闷画 原本就是我的 会不会还是喜欢我呢 我知道 你也喜欢她 不知道她有没有跟你说过 现在的你 和当时的我 真的很像 我和你不一样 我对她的喜欢 不像你想得那么自私 只要是她能幸福 不一定非得跟我在一起 那才不是喜欢的 喜欢一个人 就是自私的 就是自私的想要跟她在一起 就是自私的想要 她的所有幸福 都是自己给的 小杨 我不能没有杜珈牧 你能不能 把她让给我 谢谢 蒋伯 吃着吃着 谢谢你 李总 你叫我什么呢 你现在身份变了 我说话得讲点理解呀 这又没有外人 讲什么理解呀 您是要疏远我呀 我可要伤心了 好 那我叫你什么 还叫你小脸啊 当然了 快试试吃 嗯 还是当年这味道 是吧 没变 我是经常来啊 嗯 你现在一忙啊 没有时间和我一块出来 打牙几了 忙好 年轻人 为了事业就应该忙一点 我很高兴啊 看到你啊 从一个实习生 干到现在总经理这个 最高的位置啊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小伯 刚好我想问问您 您这年龄啊 越来越上去了 这还班班太太大 要不要给你画个 轻松点的看 千万别 人年纪大了啊 就怀旧 我过去一直干这个行业 对这个角色我很满意 现在你看 我首先那帮小兔崽子们啊 他得有人穿帮带 原来来的时候 衬衣不会穿 口袋布不会用 现在你看看 一个个站在门口 很精神哪 那是您带得好啊 哪里呢 这酒店的门面交给你 我特别地放心 行行行 对了 张伯 你那儿是不是有一个 兼职的员工 叫罗商啊 有罗 嗯 小伙子太聪明了 干事有麻利 人又精灵 所以我看见他呀 就看到你刚来的时候 那个镜头 那当然比你差远了 你看我说话乱说 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没有 没有 我刚好想问问你 他刚才怎么样 好 真的 我还琢磨着 如果有机会的话 是不是跟他 可以转一个争啊 您要是有这方面需求 尽管找HRT 罗商这小子挺有干劲的 嗯 是 我会多多关注 好 新成立这个基金呢 他们不但投资媒体 还可以投单个的影视项目 所以呢 嗯 所以在评估和尽调方面呢 会有一些不同的角度 需要大家去了解和参考 嗯 对不起对不起 我关机我关机 抱歉啊 嗯 今天呢 给大家看的就是 其中的一个案例 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 就当提前做个热身了 嗯 我看到这个关心 在定档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呢 他这个想宽看的人数 就突破一百万余数 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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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麻烦我电话 赶紧接一下 胡总 快 喂 妈 我在开会呢 我让司机在楼下等你 赶紧去看看吧 胡总 胡总 怎么回事啊 戴总性耿犯了 在医院抢救呢 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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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进去五个小时了 那五个小时了 我怎么还不穿呀 妈 你别担心 爸一定会没事的 爸一定会没事的 爸肯定会没事的 老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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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挺住 你不能有个三茶两茶 你要有个三茶两茶 可怎么办呢 妈 你别这么说 妈 爸 爸一定会没事的 爸 爸一定会没事的 爸 爸一定会没事的 妈 你别担心我 可以的 不会不够 谢谢 不够 你放阿姨去休息一下吧 这是我来听的 我要等我们家老代出来 我哪儿也不去 我要等老代 妈 爸一定会没事的 你担心我 爸 爸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战斗结束 谢谢导演 谢谢 谢谢 走 去喝一杯 那我去通知莉莉姐 唉 琴琴 你是不是傻呀 我们真能等她不在了 才说的 没看出来呀 唉 是不是 你们这种孤立也属于 职场霸凌啊 我们这算什么呀 她平时霸凌我们的时候 还少吗 赶紧的 收拾东西走了 你们吃好喝好 我今天喝不了酒 我就不去那儿 给你们添乱家买单了 隔壁棚今天法餐 我已经排上号了 哦 她不去我也不去了 我也排上号了 嘿 唉 这俩不合群了啊 小心我给你们打小报告 说你们投敌叛国 那走吧 走吧 那我们走吧 来 我这边收拾完酒了 好 那我们等你啊 你快点啊 好 晓远 唉 呦 谢谢啊 谢谢 唉 徐姐 拿铁 谢谢 这哪里来一杯吧 有没有冰的 有 哎呦 火力够壮的呀 还必须的 三十多岁整天 抱个保安杯成什么样的 谢谢啊 不客气 对 你说话就说话 你老烧带着别人干嘛 真讨厌 我烧带着人 哦 没看到 我眼里都是你 嗯 嗯 美姐 唉 导演 来啦 唉 正好 帮我看看稿子啊 天别闹了 我哪敢啊 你真是过分谦虚 可就是骄傲了 谁都知道 隔壁节目又能活起来 都是靠你啊 唉 不敢不敢 你啊 就是无欲无求的 就你这个条件 如果做了节目主持人 就不比那个历历周差啊 我真不行 我晕镜 我一看见镜头吧 特别害羞 这个害羞啊 可跟你点儿都不配 你们俩在这儿干嘛呢 呦 是嫌自己节目棚不够大 容不下你们俩是吗 天天往人家这儿钻 莉莉姐 我们是来当间谍的 给你偷点情报就回去 你赶紧回去等信吧 嗯 好了好了 可以开工了 可以啊你 生怼啊 你不觉得他气性大的 跟合同一样呢 每次都是 一点牛胀 嗯 一褚欠眼 老大 没事了 没事 吓了你了吧 奇奇 爸没事 不要担心 爸 您说你都多大岁数了 工作还这么拼 连续性出差 幸亏就是回来了 要是在外地 让我关妈怎么办啊 什么多大年纪 你爸年轻着呢 对 他还要为你 多攒点嫁妆 好为你日后的生活 做资本呢 哎呀妈 这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说这些 您哭乳爸赶紧休息会儿吧 好好好 歇会儿啊 那个小伙子 是不是你新交的男朋友 算是吧 什么叫算是呀 就是 还没正式开始 你还在考验他 嗯 算是吧 哎呀 你这个孩子呀 你说你谈个恋爱 你怎么就不清不楚的呀 人家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他 在这个时候主动出现 哎 你看一上来 跑上跑下 楼上楼下 从昨晚上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休息 一直都没有停啊 脑袋清楚 人长得也精神 我觉得挺好的 你又有什么呀 哎 也是我们公司的吗 嗯 负责两支基金 哎 把手机给我 我问问老胡情况 嗯 妈妈妈 爸 都什么时候了 您先好好休息好不好 嗯 您要是想问的话 您一会儿问他本人好 问我什么呀 这个 换一下 您好 回来了 嗯 我叠好衣服呢 就去炒菜 你穿太少了 别着凉了 你不用做这些 真就画画就好 真好 我说 跟你们在一起生活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来了 宝洞 你们想着呢 想着你怎么来了 我请晓洋来的 你一块儿吃个饭 年纪轻轻的 交由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那 你对咱们行业 明年的趋势 有什么看法吗 哎 又不是面试 你问那么多工作上的事干什么 哎呀 你不知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年轻人 聊工作 聊得这么投缘的了 你什么时候跟我们家 希希结婚呢 啊 哎呀妈 对了 你们 有没有结婚那大作呀 哎叔叔 我来我来 爸 说什么呢 这才第一次见面 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呢 你这么问 问别人怎么回答呀 小段 不好意思啊 叔叔年纪大了 我们身体也不太好 所以就特别地着急 赶紧给希希找一个 能照顾她的人 你别介意啊 妈妈妈 那个我 别介意 都说什么了 刚才说爸还年轻了 为什么找别人照顾啊 你们要偷懒 那能一样吗 我们不能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 所以你有个好归宿 我们才放心 妈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希希的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晚上还有一个会 得回去准备材料 所以就不能在这儿 陪宁和叔叔 但是你有什么事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第一时间就过了 好的 好的 辛苦你了啊 你看你一口饭都没有吃 就忙着要回去 不过年轻人工作忙是好事 我们快走吧 好 阿姨啊 您也多注意休息啊 希希啊 公司那边的事 有交给我来处理的 你就在这儿好好陪叔叔 那行 我走了 路上开车小心点 我女儿的眼光不错嘛 我女儿的眼光不错嘛 我早就说了 保证三个月之内 给您找个好女婿 说到做到吧 我女儿的眼光不错嘛 说到做到吧 你说她跟你是同事 她是不是认识刘柯呀 她知道你们的关系吗 她知道 而且我跟刘柯分手的时候 她还帮我好几次忙呢 也可以说是陪着我 从失恋里一步步走出来的 妈妈是过来人 虽然这个孩子嘴上不说 但是我觉得 她对你是很伤心的 但是妈 有一件事情我还挺担心的 她跟刘柯是好朋友 我在想 我们在一起以后 会不会影响到 她跟刘柯的关系啊 这都不是你担心的事 你想啊 刘柯那边是她嫌不对的 她有什么好说的 在说小段 她明知道你和刘柯的关系 她依然选择和你在一起 那就说明啊 她心里早就想好 怎么处理这个关系了 这种担当 妈妈是喜欢的 我也喜欢 你啊 你就安安心心谈恋爱 好好准备结婚 其他的呀 交给男人处理 嗯 嗯 没负担更自然 梦一天突然间发现 从来没有永远 究竟别再留恋 相遇相恋 相伴 离别聚散 真心爱着剩下的 交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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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现在 冷暂